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在两个月前在派网上面 建立了两个量化交易的网格交易机器人 打开我的youtube频道 两个月前 我建立了这两个网格的量化交易机器人 一个是2000美金的实测 一个是5000美金的实测 经过两个月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交易机器人 到底是给我们赚了多少钱 再往前一点的还有一期节目 是派网的一个65天的一个实测 这个期节目是比较长的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详细来描述了一下派网使用的一个过程 好我在这两期节目当中也承诺 我会做一个1万美金的实测的结果 先看一下今天这两个量化交易机器人的 复盘的结果来决定 我们是不是要开这1万美金的 派网的网格量化交易机器人 以及我会选择哪一个交易队 作为我的机器人的标的 好我们就开始吧 登陆派网之后 我们会看到左上角的交易 在下半部分有个机器人订单 目前我是有两个 我们看一下详情 我们来看到第一个5000的交易队 是ETH 就是以太坊对USDT的 目前它是总的利润是有12% 看一下这个开单时间是9月6日 目前它的网格的利润是有604美金 12.08% 然后浮动盈亏基本上持平 网格的年换了64% 当前的一个ETH价格是4653美金 点击资产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总共套利是1276次 24小时是套利了6次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9月6日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线图 这是我的盈利的线图 也就是说在这条线以下是属于亏损的状态 在这条线以上是盈利的状态 这边是百分比 目前是一个盈利的状态 这也得益于现在ETH的币价是往上涨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吃到了网格的利润 之前也有影片介绍过 网格的交易 它的利润 如果是币价上涨的情况下 远远是没有我们报到现货赚的更多 如果是币价向下跌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也没有报的现货亏损那么多 它是一个非常折衷的方案 比如说我现在以ETH来说 这个是9月6日下午1点多钟 也这个高点的时候 也是3929块钱的时候 开单了量化交易机器人 开单没多久是往下暴跌 没多久的时候已经暴跌 最低的时候跌到了2650 这个时候我是会有比较大的亏损 一度是在派网这边总的利润 是要跌掉了20%多 现在它的币价一路是往上走 5000块总的是盈利了602块 就是总的利润是12% 如果是按照报现货来说 可能会比现在赚的更多 但是量化的网格交易机器人 我们所看中的并不是 它的币价的上涨 给我们带来的盈亏 而是在一个价格波动的情况下 给我们创造的网格的利润 所以说网格的利润这一点是非常看重的 它的网格的利润 年化交易是有64% 这个64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它现在68天 我们算它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有12%的网格利润的话 也就是单个月利润是有6%左右 如果把它折换成年化的 也就是说如果每个月都有6%左右 12个月差不多是有百分之接近70的年化 这个前提是币价不会继续往下走的情况下 我们会有64%的年化 也就是说你投资5000美金 按照50%来算 一年之后我们资产从5000美金 会变成7500到7600 Unity对USDT 这是我第二个交易机器人 它开单的时间是在9月4日 目前总的利润只有2.49% 看上去是非常的低 一度是亏损的 盈利的时间是非常的短 而且非常的少 当前的价格是24块钱美金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订单的参数 开单的时间是28.97 是在9月4日的下午4点多钟 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28块钱左右 现在价格是24块钱左右 我们来画一条线 这个是我开单时候价格 目前价格是在这儿 这两条蓝线这样一个区域 差不多是15%的跌幅 为什么我们的网格交易机程 还有2%的涨幅 这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 是有了2019次的套利 为我们创造了12%的利润 总的浮动盈亏 因为币价的下跌 它是跌幅了10%左右 从这个K线图来说我们看到币价是从我开单时到现在是有15%的跌幅 而我们的量化交易机器人这边的浮动盈亏是只有10% 并且和我的网格利润一抵消 总的利润反而是有2%的涨幅 在这两个交易机器人当中充分的体现了量化交易机器人的一个优势 UNI对USDT量化交易机器人非常极端的体现出了网格交易机器人的优势 它在70天的交易时间段内虽然它的币价下跌了15% 但是我的浮动盈亏只有亏损了10% 比直接抱着现货我的浮动盈亏要少跌5% 但是又因为在70天内始终给我进行一个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这样一个网格量化交易的这样一个策略 总共实现了2019次套利 总的套利的利润是有12.15% 如果是抱着现货的话 我现在是跌了15% 所以说在UNI这个情况下实现了非常好的套利 我们想要赚到12%的利润怎么办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时间来等待 等待它到币值回到我开单的28块钱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能够吃到网格12%的利润 这是70天 如果把它折算成年化的话 它就有62%的这样一个年化的收益 这是非常夸张的 打开银行看一下它所谓的稳健型的投资 7日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99%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前7天 这个理财的产品则化成年度的话 是有2.99% 相比我们的网格量化交易机器人 它的年化收益率是有62% 这简直是天差地别 曾经一度非常火爆的 P2P的这样一个行业 提供了类似于10% 15%这样的超高的回报率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链条 是一个诈骗的一钢行为 是会出现了极多的这种暴雷的情况 所以被取缔掉整个 P2P行业就消失了 因为它12%到15%的这样一个利润 已经属于是超高回报率了 市场上基本上是难以承受 这样的回报率的产品 经过70天的实测 加上之前有65天的 另外两个交易机器人的实测 差不多有140多天的 这样一个实测下来 它基本上的网格利润 是能够达到60%以上之年化 我们看一看它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诈骗的标的 虚拟的货币 这个虚拟货币并不是由大的机构 或者大的集团来操纵的 虽然它是有可能会被一些拥有 非常多的unit的巨金来操控市场 它会造成币价的极度的上涨 或者说瞬间的下跌 在这个时间内 如果我们使用量化网格交易机器人 它绝对是割不到我们韭菜的 反而是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利润 只有在这种币价 极度下跌 有极度回涨 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多越好 我们的量化交易机器人 就是严格的执行每一个网格 达到这样一个网格的上线 或者下线的时候 会帮我们执行一次买入卖出的操作 我们所创造的利润 并不是说拿我们资金 去做其他的投资 然后再给我们回报 而是在这个币价上涨和下跌的情况下 为我们做这个套利 我们看一下这2190一次的套利 它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写的非常的详细 我们会看到这样里面有一个交易的记录 警号2019是代表最后一次套利情况 它是发生在11月14日的上午8点 总共获利是0.11美元 凌晨的3点2点1点0点 这些时间的大多数是在我睡觉的时间 而我们的交易机器人在不断的为我们做买入买出的操作 有些小伙伴会说 这样买入买出的操作 会不会给我们产生很多的手续费 的确手续费是会产生 但是你每进行一次操作去掉手续费之后 我们还有收益 这种收益如果不去操作 我们不交手续费 当然我们利润就不会有 所以说交手续费这个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付了手续费才证明你进行了一次操作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这两个交易机器人 经过60多天近70天的这样一个实测结果 一个复盘 如果我们想吃到它年化62%的网格 年化利润 我们就是要用更多的时间来等待 等待它币价回到我们当初开单的28块钱 美金左右的时候就会有62%的年化 目前是因为它的币价下跌了15% 浮动盈亏是只有10% 为什么会少于币价下跌 是因为我们不是一次性的买入我们的UNI 而是在每一次下跌 每一次下跌的情况下 在不断的买入 我们成本不是在最高点的情况下买入的 而是在逐步的建仓的情况下 所以导致我们的成本会低于 我们的直接买入的现货 所以说我们的币价会少于 我们现货的跌幅 看好UNI在一定时间内 至少能够回调到我开单时候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ConeMarketCap上面加密货币的排行 UNI目前是排名第17的 在去中心化交易所当中 UNISwap的V2、V3、SouciSwap 有关于UNIcoin的交易代币的 去中心化交易所 总的排名前10个当中 又占习了好多的币位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当中的一个领导者 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币价它是比较低位 它的高点是在45块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区域货币 包括比特币 像以太坊都已经创造了当初的一个新高 但是在UNI这一块 它始终是在一个低位在盘整 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从网格的利润来说 它和我们的以太坊的网格的利润 同样的时间段内 利润的比例是持平的 导致它年化的收益 基本上也是相等的 我开单的时候28块到现在24块 这个时间段内有非常大的跌幅以及回升 但是它绝大多数是在这样一个区间内进行盘整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它始终在这个阶段内盘整 虽然它是在盘整 但是网格交易机器人 就是利用它进行不断的套利 给我们创造了12%的这样利润 好以上就是这两个网格交易机器人 差不多70天 这样一个时间内的一个复盘 的确UNI对USDT这个交易机器人 虽然没有给我赚钱 它只有2%的盈利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币价是在持续的 比我开单的时候要低 非常的多 低到15% 现在由于网格的利润进行一次抵消 使得我的总的利润不仅没有亏损 反而有2.4%的涨幅 这个是指70天的一个收益 ETH是由于币价的上涨 比如我开单的时候涨 一个ETH就已经差不多上涨了600多美金 以我当时5000块钱的投资额来算 所以当时我开单的价格是3900 我可以买到1.28个 而我单一个币 我就可以有600多美金 也就是说从这个交易机器人来说 如果抱着现货反而比现在的收益是要多的低一点点 但是它的好处已经非常明确了 如果ETH发生Unity这种状况 就不会给我造成更多的损失 也就是说这两个交易机程 我选型是非常好的 也就非常的证明了网格交易 好处在什么地方 它所谓的劣势就是从ETH上面可以看出来 好了经过这两个复盘 我觉得我可以有理由到我夫人那边去申请1万美金的零花钱 来进行比较深入的派网的网格的量化交易机器人操作的实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的频道会长期关注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习到内容 以及一些好的软件好的APP 我会做成影片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我是大方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